徐晓鑫恐怕是急了 徐晓鑫急了 他应当是知道 他所涉入的家人的诈骗案 所以徐晓鑫急切地来转移焦点 我要告诉徐晓鑫委员 社会关心的是 你家人涉入的诈骗案 社会并不关心 你怎么样凹人吃炸鸡 国民党的几位立委议员 昨天大阵仗地到北投石牌捷运站宣讲 我们心知肚明 他们不会讲好话 恐怕也是为了攻击吴思瑶 抹黑民进党而来 但毕竟作为东道主 我们作为北投赛地的立委 我在演出发文 北投有几间 食牌捷运站周边的好店美食 如果他们愿意 思瑶也非常乐意来请客 我们知道公民党的委员 是5点半要宣讲 所以我们的团队 都是大概5点半都stand by 会到这个店家去 我们都分工好了 但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是宣讲前就先去了 活动还没宣讲开始 有一位年轻朋友就到水贵博 一口气就说要30份豆花 然后指名不是要付钱 老板马上打给思瑶服处 我的助理火速的骑摩托车 就带着钱包要去买单 没想到这位人手已经不知去向 原来徐晓星 国民党想要吃30人份 没有问题 我们马上就预付了 水贵博的30份豆花 找你先打果汁 30杯果汁 神器炸鸡 30支炸鸡尺 所以欢迎国民党的委员们 只要在周五前 都可以到这里 私要提金买单预付 可是我要说 作为一个堂堂的立法委员 去对于小商家们 这种乐意的录音 乐意的去为难店家 去干扰商家 人家沉沉实实实 做生意 然后把录音党公开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欠缺道德的 徐晓星不正是 早餐店的女儿 你作为一个小商家的女儿 你应当去到商家 英识的做生意 陷害无私遥没有关系 可是用这种 为难小商家 还恶意录音 你要为难民进党 你要为难无私遥 冲着我来 欺负这些小商家 大哥不必 本来请客真的是美事 好心情 就搞得乌烟瘴气 请客的人也搞得 一肚子气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不值得 希望这个炸鸡事件 就到此为止 他昨天自己付的185块 没有关系 可以向我办公室请还 我们还是乐意替他支付185块 网路上徐晓星有个新的称号 过去叫徐周板 今天叫徐185 那我可以帮你付这185块 礼拜五之前四个店家 欢迎大家来消费 我都已经买单了 但是人份 徐晓星不要为了转移焦点 你自己涉入家人涉入的诈骗案 然后来炒作炸鸡事件 社会关心的是 你家人涉入的诈骗案 社会并不关心 你怎么样凹人是炸鸡